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韩国釜山设计体育馆现场 为您带来第21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您看到的是上半区 许欣对延安的比赛 现在比赛达到第三局 那么前两局是小将延安2比0领先 今天这场比赛将是我和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刘志强 一起陪大家来欣赏 观众们大家好 这局对许欣来讲太关键了 对 如果0比3落后的话 应该说扭转起来难度非常大 没错 好 好球 现在许欣的困难呢 就在于延安控制他 就像双打昨天的这个决赛一样 控制让许欣的进攻 拉不出质量 这样许欣的这个威胁和威力 就减小了60% 所以看看许欣 怎么能够在场上克服这样的困难 这两个发球呢是延安发 这个球等于是没有做完动作就往回跑 还是有些慌 对 动作没有做完没拉完 两个位收 这样11比9 延安现在是3比0领先 其实刘世强这场比赛我觉得 关键是在于 就是说一个是许欣难度有 但是呢就是你在对不同的对手 你将会采取不同的心态 因为延安是一名非常年轻的选手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许欣呢 不能说他技战上保守 而是说他需要有更积极的一些东西 甚至搏杀性的一些球 对 还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 他应该把自己的兴奋点 场上的这种斗志 再调动一下 因为他现在整个人显得比较重 而且急修点全是下降点 没有高点 所以对延安的这个防御 形成不了威胁 没错 没错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南丹半决赛上半区第四局 这全是晚点 这个球都快掉到地上了 已经快落地的时候 才采取这个拉的方式 被动性的进攻 那么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釜山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 今天的最新战报 那么今天上午呢 是进行了男子单打的 前四名的较量 其中呢是许新 在上半区 完胜了中国香港的唐鹏 延安是非常艰苦 4比3战胜了日本的水谷笋 那么前四名 只有中国的一位小将出局 就是樊振东 在四强的比赛当中 是2比4赋予了 日本的松平健太 也是日本的选手 唯一进入四强的 南丹的下半区 最后一个位置 马龙4比2 战胜了日本的丹羽孝希 晋级到前四名 那么女子双打 也已经产生了四强 分别是刘诗文和丁宁 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 那么韩国的朴英叔梁夏寅 战胜了中华台北选手 晋级到前四名 下半区晋级前四的两队选手 是中国香港的李静元 杜凯勤 另外一队就是陈梦和朱玉玲 晋级了女子双打的前四名 因为今天上午 我们是没有信号 但是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今天的比赛我相信 对于运动员来讲 她的体力的挑战会非常大 因为亚锦赛相当于市锦赛的 这个七个项目 团体五个单项 是吧 如果你团体不管怎么样 她对这种人的经历的牵扯 是非常大 你像许欣 昨天一天男子单打要打 男子双打要打 最后打到决赛 那么男单也要打 昨天一天好像打了三轮 好像是两轮还是三轮 包括昨天女单的决赛 丁宁打到最后也不行了 就体力上肯定也有一些透支 所以这种锦标赛 对于毅力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比拼 好球 刘世强 我觉得现在许欣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前三局当中 第一局的希望最大输出的第二局 第二局是一个9比6领先 没有咬下来 从现在这个局面来看 许欣很困难了 纸板就是这样 很简单 你把他的进攻抑制了 你让他攻不出力量 攻不出质量 纸板的特点应该是 把比分缠到关键时刻 他的胜率就高了 或者你上来先发制人 战得先机 如果上来再开局前两局 场上的局面 你打不出来 那这个球呢就非常困难 因为直拍说白了 就是靠正手的进攻 许欣同样 直拍的反手 直拍横打 他不可以完全依靠 只是作为一个 配合也好 或者变化的技术 不能我就靠这个反手来得分 这个是不现实的 应该说小江前 现在很好地 控制了场上的节奏和局面 所以许欣的球啊 虽然说世界排名 也排到了第一位 但是整体的这种厚度 我觉得还需要 一步一个脚印的 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的实力 对 应该说单从技术含量来讲 许欣应该说 在这几名主力当中 是相对显得比较薄弱的一个 如果他将来以后 在整个的技术打法 风格 再加强的话 可能 威胁就更大了 但是许欣呢 他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 但是天赋呢 只是占的一个方面 天赋 天才也好 天赋也好 他不能够让你 成为一个最后的胜利者 这个需要功夫 这样延安4比0 完胜了 许欣 这场比赛 确实 小将延安呢 在团体赛失利之后 单向能够勇敢的闯进决赛 战胜了许欣 我们也祝贺年轻的小将 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 另外一场男子单打的 亚洲底标赛的半决赛 是由日本的松平剑太 对中国的马龙 我们稍后见